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省政家 社稷完蛋 国家变党 最高完蛋 国家变党 最高完蛋 把鸡蛋打在手上 我们要让鸡蛋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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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很骯 were 来 来 个脸蛋 最高完蛋 没有吧 没有吧 能过差 胆後 不带人去 政府混亂 台湾混亂 政府混亂 台湾混亂 一个月来 统治者高喊 让人民有感 最后我们得到的却是工资动涨 劳保缩水 军公教退府缩减 外劳与基本工资脱出 接着 申请我们的特务表态 比我们的经济 十年来 受雇者实时薪资下降超过5% 生活更加贫固 失业率居高不下 企业的获利却从2.5兆增加为5兆 证明劳工 卖命器 财团兵经济 不但分享不到成果 连老来天生都将在恐惧中使用 而且 压低工资 紧缩财政 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社会区缓 成长平治 社会重大 偶尘公报 各国意见复远 政府却毫无警觉 20年前 台商以出走威胁国家 立法引用外劳 打压公司 结果进程独隐 越来越大的一个神话 20年后 台商再度利用全球危机 勒索无人政府 依据公布绣华法和劳基法的最后法界 接着又拔出作为人民生业生活标准的新东教福利 制造本劳外劳的阶级对立正业所发生的事 宣告了产业增进和福利国家已经破产 但是全球竞争趋势下 早已不如期台湾重回联教劳动的发展模式 台湾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既究竟应该向左转向前还是右转向后 把政府无能选择正确方向 在业党同样疏守不设 我们面对的是统治者的集体贪患 我们活在奥称民主自由的国家 据说人人拥有谁的一票 但是谁的投票越来越自由 我们这个阶级机会却退回到了戒业时期 国家共产平和四方 国会毫无尽门力量 美女被开打垄断 只剩下领经济非常不大的严论自由 支持度连制两层的同事者 却可以拒绝该选 继续复活三年半 既有恶法 但没有修法 警方正在用公共危险 妨碍公布罪名 这家是保护于人民的抗议权益 但是与其悲观焦虑 不如正面相迎 既然国家放弃 你们掀起立命 所以这家就是 为了 甄军 我们通知 政府 Net 幸福 我们 不如 国家